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膝关节痛还有哪个部位很常见关节痛的问题 关节退化也是很常见的问题 除了膝关节外有宽关节或腰骨都比较容易出现退化 宽关节是球窩关节 有盆骨和骨骨形成 是球窩关节可以让脚屈起 脚有些旋转动作 这就是宽关节 宽关节便会有问题 Bunny Yuki问医生你介绍机械臂手术 除了用膝关节外有哪些部位可以做 正正是可以用在全宽关节自换 帮助我们准确地放入人工架 在宽关节宽扣位置 亦帮助我们做下底部份 就是股骨的部份放入人工架 这个就是吗 准确的位置 这就是人工架关节 宽关节的球窩 对 挺聚首的 是的 放进去也很重 这个是吗 这个也是 整件事放进去 没错 放进去便会变成这样的样子 各位观众 这个位置 就是这样的球 这个可以分开 看得到 对 就把它放进去 就是这样 看似简单 看似简单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机械臂辅助的方法 去放 其实为什么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去放营工架 其实如果位置放得不好 你见到刚才我们某些动作 它也有机会那个波会 扣 所以 机械臂用了之后 就可以帮我们宽扣的位置放得准确一些 机械臂辅助的全宽关节支援 述前就需要做一个电脑素描 可以在电脑素描那里 就是用一些立体的方法 就看到病人的骨的状态 包括宽扣的大小 到底那个人工架放在哪一个位置 才是最合适 和磨走多少的骨 然后去到术中 我们的医生就需要注册 然后说给机械臂听 骨是哪里打哪里 完成了注册之后 机械臂会帮助我们去磨骨 磨骨那里 机械臂也会控制了我们磨的方向 深度 即是出界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停 之后 放人工架进去 放宽扣的杯子进去的时候 那个机械臂也会帮我们锁住了一个角度 譬如我们定了 好像这个病人 是40度、20度 它就会完全锁住了 亦都给我们医生看得到 放到什么深度才是合适 做完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宽扣的角度 是否完全跟我们述前的计划一样 述后也可以看回 腿长短的角度 好奇问 原先在身体内的 已经磨蝎了 是否也是这么重 不是这么重 轻一点 为何要做到这么重 如果是人工的 我相信应该是跟物料有关 物料是粉红色 为何下面有金属 为何这里又有金属 这里又有胶 我们需要人工的角度 是比较耐用 所以物料就是 这里的胶 叫高胶联续气 再配一个陶瓷头 通常磨蝎的机会 就会比较小 为何要用金属 金属的表面是粗糙 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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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身体的骨 生在杯上 下面的病 也有一些白白的涂层 和粗糙的位置 让我们的骨 生在骨 生在骨 就定了 不容易松 不容易走位 又轮到Kat Chan 她说她奶奶早前跌倒 弄到屁股 现在走路痛 想问医生是否要做手术 才能解决 老人家跌倒 也很常见 也要检查 给医生评估 看看凳股 凳股 凳股 可以轮到宽关节 譬如是骨骨頸骨折 又或者轮到尾龙骨 腰椎 扁了一折 有时也会 所以要见医生 做了检查 照一照X光 看看是什么问题 再处理 譬如是骨骨頸骨折 多数都需要用手术方法去处理 有位狂人说 大哥下次说宽关节退化问题 不如请多多夫说宽关节退化问题 宽关节退化 可以看X光片 最好显示到一边 右边有退化 左边正常 正常的宽关节 是球窩关节 骨骨头很圆 而中间上高 有一些关节线 在这个地方 表示那里有软骨 但右边 没有了上高的关节线 位置 软骨磨蝕 而且两边 都有骨增生的状况 这是退化性关节炎 已经有骨磨骨的状况 我们都会主张做换教手术 去到一张X光片 即是那里的走路是如何 通常都会隔一隔一隔 走路会走得特别慢 左边叫做OK 所以右边走前的时候会特别慢 隔得厉害 坐的时候又会坐得不舒服 穿鞋穿物 剪脚甲 那些动作都难些做 因为宽关节是帮我们的脚屈起 他经常做不到屈起这个动作 便会觉得这里有些困扰 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要考虑做宽关节 或者你要推荐给他 他自己不要走过来 我要做宽关节 通常最大的指标都是宽关节痛 怎样知道是否宽关节 怎样知道是否其他地方 通常他们都会说 大腿溝这个位置 大腿那里便会觉得痛 而且坐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困难 即是坐不了 又或者坐一段时间都已经要起床 而且屈不了大腿上来 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困扰 然后去看医生照了X光 发现有宽关节退化 便会建议做手术 基本上我们都是讲述这个球窩关节 这里上高的宽扣这个地方 我们便要磨走它 然后便放一个杯上去 然后下面的骨骨头便要拿走它 然后便放一个柄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那张X光片便会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做完手术后的状态 其实就是将这个球放进去 KC淵也问他爸爸刚刚做完宽关节手术 我想问手术后有什么要注意呢 其实手术后很多时都要跟主导医生沟通 到底他觉得术中的宽关节的稳定性 是去到哪个地步 如果他觉得做完的时候 宽关节很稳定 他便会告诉你可能 只是有某些动作要避免 如果他觉得宽关节差一点点 有时他会觉得要小心一点 要跟主导医生去谈谈 但大致上我们通常做宽关节就是后隆 在后面开一个伤口 所以我们最怕就是 宽关节在后面不弄脱出来 所以某些动作我们要避免 宽关节不能屈过90度 内收和内喘 意思就是提到脚很高 这样内收和内喘 这三个动作加上是最危险的 至于有些病人说 是否不过90度便可以 那也要跟主导医生谈谈 到底术中的稳定性是如何 一般来说就这样去到90度 但脚将开一些 即是减少内收的动作 其实也会少些机会脱缴 多数都是这样 除非有些特定的情况 例如术中有些困难 有时有些医生便会建议 不要太大力踩脱地 但大多数情况都可以全力服从 某些动作要尽量小心避免 术后头那段时间 但有时他们都会建议 就是摆枕头在两只脚中间睡觉 避免睡觉的时候 垂肢側在一边 刚刚就像刚才所说 过了90度 我看到要做两张图 这两张图是什么 这两张图是比较复杂的病例 亦可以用机械臂辅助的方法去做 这个病人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骨盘骨折 未做手术前已有很多螺丝钢板 之后宽关节出现了退化性关节炎 这些病人如果在传统的方法去做 如果要做传宽关节支援 可能要拆了一些螺丝 拆了一些锅板 才可以放到骨盘骨折 否则这杯子会撞到某一颗螺丝 但如果用了机械臂辅助的方法 术前的电脑掃描 便可以精确计划到 我们把杯子放在哪个位置 尽量避开螺丝 便可以做到一个效果 就是不需要斗鋼板 不需要斗螺丝 都可以放到人工教进去 这个病例就是我们一颗螺丝 和一块鋼板都没有移动 都能放到教进去 而这个病人已经做完三年 亦会减少手术创伤 你们的留言问题 其实多德夫尽量都已经解答了 如果你们看完这段影片 又有问题 你们有留言 不要紧 继续留言 Dr.Fu很好人 他会继续上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所以记得分享这段影片 订阅健康蛋 下载我们的APPs和按钟仔 谢谢Dr.Fu 谢谢蛋哥 请不吝点赞